大天福地 人為貴 信則吉係 空則背 袁太祖 好 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袁太祖 今集Nikio繼續跟林鼎康師傅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玄學上的知識 林師傅 你好 Nikio 你好 林師傅 是 過去這兩個星期 你心情如何 非常之不好 始終香港有些天災人禍 都不是什麼好事 天災又是天災 整定了一些人出生在香港 第一個天災 然後導致了一些人禍 可能有些朋友在外地未必知道 香港現在發生什麼事 香港因為這個逃犯條例 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香港人上街示威 當中發生了一些流血事件 甚至乎有人以死明治 用自殺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秉承回我們袁太祖一貫的立場 我們是絕對不支持人自殺的 當然就算有位朋友可能為了一些公義 公義或者政治主張的問題方面 用了一個這樣的方式去了結的生命 我們在這裏也只可以跟他的家屬說一聲 希望你們可以堅強和死了氣安息 只可以說這件事 至於你問我 這次搞成這樣 你說有辦法安定 其實我想都真的 唯有等時間過的 現在這個情況 現時香港的社會狀況 你不要問我 六大宗教領袖都會說同一件事 就是真的快點撤回那個條例 這個社會才會安定 大家才可以安居樂業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但是我看到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在示威期間 這次其實的示威也好 抗爭也好 他們的模式和方式都幾乎五花八門 五花八門 首先有一班基督徒 對著幾個部隊就唱 對著警察就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是的 中文的意思就是唱Hallelujah 給主耶穌聽 是的 其實這首歌 本身已經是一首可以無限loop的歌 我不知道 我還沒唱過 因為可能有時候 他們子夜黎薩 即是12月25日 聖誕之前那晚 他們那個黎薩 在開始黎薩之前 就會有接近一小時至九個字的時間 在唸經 在唱歌 有時候這首歌是可以唱足九個字的 當然他們 現在唱了多少天 九個鐘 即是他們連續唱最長的 那些唱了九個鐘 不止 我還記得不止 我還記得唱了幾天 沒有停過 因為我記得6月12日 就好像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衝撞 現場 其實之前都已經開始在唱 唱到衝撞完結之後 他還在唱 唱通宵 他有幾晚通宵 我看新聞 聽說 我想起碼不止九個小時 尤其是這種唱法 但其實那首歌 是否只有一句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只是只有一句 就不斷地重複 我都覺得現場的警察的耳朵都頗受罪 沒有辦法 那自從這個星哈 Lua to the Lord之後 就有人發起 對著警察唸六字大明咒 呼籲很多香港市民 在政府總部門外唸六字大明咒 就說要化解這些警察的淚氣 當然有些人就以一個 可能覺得 可以 即是有些不太懂的人 就覺得煩著他們的心智 讓他們受罪 讓他們的耳朵 但其實 我們從我們玄學的角度 或者宗教的層面來看 我們這樣唸六字大明咒 是有沒有用的呢 非常之有用 無論你唸什麼經文都可以 特別是六字大明咒 或者是心經 是有助緩和當時的現場情況 因為六字大明咒 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心血結晶 它最主要的功用 其實就不是你們那些人 經常講到什麼求財 求什麼求蜜 不是這件事來的 Om Ma Ni Pek Me On 這個字純粹是用來 換成雙方 譬如你唸給別人聽 你當回向給他 一直在念經的期間 用來淨化自己的心靈 讓他由一些惡意 或者惡劣 轉化為善業或者善意 是一個淨化的過程 簡單說就是 骯髒水變乾淨水 如果本身現場的人 不論是警察還是示威者 都是殺有戒事 是準備磨拳察長要開波打架的 你唸這些經文 是有助降低他們的情緒 令他們穩定些 我記得他們還唸那個數 都不小的 我不知道幾百萬 大概計算 想做回103萬片 103萬片 他寫一片 一片就是108次 對 一片108次 但他Facebook 那個活動 是寫103萬片 是的 103萬片就是 103乘108 之前有位朋友計算過數 大概連續不停 唸六天左右就唸完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我真的不鼓勵大家流血沖疾 最簡單的說 這個不是暴不暴力的問題 是警方的裝備非常多 示威者什麼都沒有 你這樣衝過去就只會死 這個不關政治立場事 是權衡雙方的勢力 警方一定安全 他這麼多裝備 民眾也安全 民眾就不安全 所以我們都要很擔心 會不會大家受傷 我最希望幾多兩面都沒有人受傷 但是念獨自大明州這個方法 令到他們穩定 或者保持住 所以說你當作滋擾他們的話 都是一個做法 至於你說 其實在過去的這些政治動亂裡面 很多時候宗教都會佔一個比較重的職位 裡面真的有時候的事情是不道理不信的 宗教是絕對有能力去幫助 穩定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去改善國運 最簡單說 可能香港人都未必知道的 2003年的時候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香港有過沙士的 真的那次不知道市民 警察 醫護人員都好 都是很危險的 其實那時候 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處理那個疫情 後來就發現了一些藥物可以治療 但是治療員都會有骨骷的 當時香港的社會 民間社會做了什麼去祈福 或者讓整件事走好一點呢 就是舉行了華佗彈的 他專門請華佗 請華佗先師降臨香港社會 所以就令到我們的瘟疫全部康復了 什麼什麼什麼的 真的被他沒有完幾次死後 是誰做的 我不知道誰做的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總之我有參與的 因為我直接在地上撿了一條龍鬚 我那時候沒有沙士 但是因為我經常戴口罩 以前有哮喘 我整個人都脹了 腫了 撿了一條龍鬚之後 我沒事的 我講真的 然後去到現場那時候 那些人沒有完 那條沒有火龍之後 香港的沙士真的沒事 所以有時候那些東西不道理 不信 有些這樣的祈福的東西方面 大家都一定要做足 老實說有時候大家如果想香港 未來變好的 或者自己的生活變好的 麻煩你們真的迷信一點點 或者起碼你們要尊敬那些神 或者宗教你們定時定下要去拜一下 或者你要尊重他 要不然的話 我們是不會有運行的 特別是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一個鬥爭場面 如果大家能夠 比如你有自己的宗教 各自各宗教 我想每一個宗教叫你打仗 每一個宗教 每一個宗教的教徒 包括警察 包括市民 你們履行你們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要求 其實這次的鬥爭是不存在的 比如你說 暴力 警察開槍 或者扔炸彈炸傷人 如果那個警察自己是佛教徒 或者他本身是天主教徒 他知道什麼是公義 什麼是不公義 知道哪一邊是强勢 哪一邊是弱勢的時候 最少他可能開槍舉高2cm 不要射中人 那個炸彈調遠一點 甚至乎不做這件事 政府的官員也一樣 如果你們是一個有宗教信仰 好像我們的特首 Carrie姐 林鄭月娥她是天主教徒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 那就麻煩你行公二號聯銘了 你看到現在香港人這樣 你不可以再這樣扔下去 好像我們有一位局長 今天都說 射中了他的頭 因為那些人動 所以射中他 不關警察事 這些說話非常涼薄 老實說是折腹的 不要說這些事情 罵他那些人 罵完就算了 不要記住 不然自己也會折腹的 即是那些良薄的說話 你不是說高官不要說 而是你作為一個人 你都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如果他是高官 他講這些說話 整個社會都知道 他們仲下這個良薄的因 絕對比一般市民 不過別人需要 別人需要 自己不要做 始終這些說話 都不是一個好的說話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說喚醒良知 如果你是宗教信仰的 希望你秉持你們自己 本身有的宗教的一個意識 去做一些你們應該要做的事 大家最重要的是 無論市民 警察 政府任何一個都不要受傷 不要受傷 平安和平 那就非常之好 事情一定會得到圓滿解決的 我相信 但是中間的過程 我希望不要有人受傷 不要有人流血 那就是最理想的結果 有一個問題 我們之前都類似說過 不如我再問一次 我們要唸103萬片 《六四大明咒》的發起人 因為活動的同一天 就是那位義士 在太古廣場跳下來的人 不要叫他義士 普通是一位香港市民 我沒有政治立場 OK 那位發起人 就叫大家 念完之後 記得回向給梁先生 你怎樣看呢 這件事 因為 這件事其實我也有留意的 那位死者的家屬 就不想公祭 就純粹想自己私得是了事就算 就不想公開地舉行一個祭祀 沒有辦法的 外人如果他的家屬是不希望進行超渡 或者不希望進行類似公祭的行為 即使你去超渡他 或者回向給他都好 其實都收不到的 因為那個死者 第一我不知道他什麼人 我不認識他 而他的家屬 也更加是他們不願意收的話 你做來都白做 等於我送禮物給你 帶你關門的 只可以放在門口 你得不到的 所以 這件事就唯有沒辦法 只可以希望他 可能他的家屬幫他做多一點 就是這樣的 我們普通香港市民走過的 這次真的沒有什麼 案莫難助 但是 如果你說 一般可能這樣跳樓 這些 我們之前都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 這次這件事 引申了一件事 宗教在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下一節講一講 一些不同宗教的國家 好啊 好啊 我們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 袁太祖 在這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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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